在湖南张家界的武林园风景区里边 就发生过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 您瞧啊 这个地方有个叫三观寺的小山村 有一阵子呢 特别诡异 说村里边的村民们发现 他们养的鸡鸭等一些家禽呢 接连被一种神秘的动物给咬死 有的是被咬断头部 有的是鸡毛散了一地 更奇怪的是 这些家禽的肉啊 并没有被吃掉 而是把血给喝光 到哪里看 到哪里啊 到哪里啊 这样啊 哦 哦 看去把鸡子 哎呀 老师啊 鸡也弄起头的 脂肪弄起头的 头啊 脂肪也没有了 哦 实际看 哦 头呢 弄起头那头的这看 这个木头你看 哦 鸡头都没看见了 看 鸡头就好像这里 因为肩着 哦 还有一点点 脂肪吧 哦 脖子都熬到了 哦 脂肪啊 哦 脂肪也熬到了 哦 不知道什么东西 嗯 它不知道 怎么样 够惊悚吧 没闹明白的 还以为有吸血鬼呢 是不是 那究竟是什么动物干的呢 它会不会和罗解寨的元凶 是同一类生物呢 当时这诡异的事情发生啊 三观四村的村民们呢 也十分的恐慌 大伙频频猜测 最后一致认为 这三观四附近呢 肯定是有怪物出没 因为这三观四村呢 属于亚热带 季风湿润性气候 中年气候温和 平均气温在 12到15摄氏度左右 十分适合 动植物的生长 所以 真有不寻常的怪物 出现在这呢 也不稀奇 难道三观四村里边 真的有怪物存在吗 猜测归猜测 咱们得有证据 这吧 为了彻底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三观四村的村民呢 决定 蹲点守候 谁知道没过多久 就有了收获 他们先是蹲守在 一户村民家的 屋墙边上 等待神秘怪物的出现 很快 就察觉到有异想 接着 一个奇怪的黑影闪过 他们立即上前 拿手电筒 赶到鸭棚旁边 查看情况 您猜怎么着 那些鸭子呀 他们的头 居然全部被 拧断了 没有一个活动 这下错不了了 村里边接连丢失的鸡鸭 肯定 也是刚才 他们所看到的 那个 黑影怪物所为 当时大伙就决定 马上组织力量 对这只怪物 进行围捕 不得不说 人多力量大 这个专门 吸家禽血的怪物 终于被抓到了 那赶紧看看 那是个什么物种吧 结果一看呢 谁都没有想到 这个所谓的怪物 其实就是一个 普通的人 怎么会是人呢 他之所以会做出 那么离奇的举动 那是因为 他在很小的时候 跟随着父亲上山 可是上山之后 一直贪玩 跟爸爸走失了 在山里边 迷失了方向 从那以后 他就生活在了 茫茫的深山老林里 开始了类似 原始人的生活 而就是这样的特殊经历 让他养成了 生吃活物的心 这种怪癖呢 就跟说咱们吃饭一样